现在就让我们重温一下吸水管施工程序的重点 施工之前,所有水管的施工图纸和物料必须经过工程师的批准 运到工地的水管材料,必须经过检查符合标准才可以接收 连接铜管的时候,焊接的物料一定要平均填满连接口 必须与各行业配合,做好水管安装样板房 需要用的合格证书的压力表,以不少于10个8的压力,做水管压力测试 注意工程师的进高要求,水管不能阻碍走火通道 谢谢大家